français文化 2017.5週間 美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台灣小姐 就是邱怡竹 nuestra program show Metrofond we are FINALLY in EURO 等一下 我們的製作費 沒那麼多 我們今天的相片 其實是三級古蹟 自來水園區 噓 不要講出來了 這裡長得這麼歐洲 很像委出國 都互相 那我們今天就帶你 歐洲委出國一日遊 我們下次去逛逛吧 óp 搭捷運至公館站 走路約六分鐘就可以抵達自來水園區囉 這種巴洛克風格的西洋古建築 其實就是自來水博物館喔 而它的前身就是台北水園地吉桶市 喔 我對這名字有印象耶 昨天我還特地上網找了一下資料 它興建於日治時期 距今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了 另外它還是我們現在非常熱門的 婚紗罩取景地 哇 聽起來很浪漫耶 而且它這邊呢 平常也有非常多的活動 像是每一年的12月 都會在這邊舉辦公館聖誕祭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多元的地方 好奇調 那我們趕快進去看看吧 好啊 去看看 Joyce 你看那邊 Joyce 你看 欸 欸 欸 你怎麼了 你是恐怖變看太多 好喝 好喝 怎麼樣 幹嘛站上我 你剛剛一定是碰到什麼拍攝啊 變得超恐怖的耶 超恐怖 難道這個是 經過自來水園區進化的 神聖之水 欸 實在是芝家旅行 救人一命 必備兩票 欸 這每一個都比我們還要大耶 你看它這麼粗 集桶是這個名字真的很酷 而且很有歷史感 不過 你知道集桶是什麼意思嗎 所謂的集桶呢 就是抽水的機械設施 而整個水道系統的預作 都必須依靠集桶的引進和送書 才有辦法完成喔 另外我記得還有一個小疑問耶 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想過 這裡名字是機房 幹嘛蓋得那麼漂亮啊 欸 這其實是有一個故事的喔 因為在以前啊 要引進這樣子全新的用水系統 其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啊 才會蓋了這樣一座 又美又堅固的機桶室 來增加大家對於這項設施的信心喔 這樣說起來他們很有先見之明耶 因為你看百多年後的我們 都還跑來這裡拍美照 所以當時 欸 那簡直是超級大轟動耶 真的 另外呢 我昨天找資料的時候 我還發現了有一個酷地方 它叫做地下水供電 怎麼樣 這個你也知道 要不要帶你去 那接下來就麻煩你帶囉 交給我 欸 你看這個 哇 這個裝置品好有藝術感喔 這其實不是裝置藝術喔 它是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受到了大自然的擠壓 所以才會把我們平常在使用的水管 折成這個樣子 這也太誇張了吧 原來我們平常用的水管 這麼粗 而且大自然的力量也太浩瀚了吧 居然可以把這 這麼粗的水管擠成這樣 直接對著 對啊 哇 真的是要 崇敬大自然的力量 這裡感覺步道整天還不錯耶 就是不會特別難走 然後大人小孩都還滿適合的 對啦 就建得很完善 而且我覺得它是有不一樣的啦 像我們現在是石頭嘛 然後前面就是木棧道啊 你就是可以體驗到不一樣 很多不同風格 感覺很多鳥類 聽聽看吃不吃會遇到 真的還不錯耶 而且只要從園區走上來大概10分鐘 就可以抵達呢 有地下水供殿之稱的關山敘水石 超美的 帶你去看看 到了就是這邊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有地下水供殿 台灣也有 我們身後的這座紅色建築物呢 就是台北最古老的淨水池 在這邊貼心的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想要來參觀的話呢 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先上網進行預約 第二個呢 可以在現場領取號碼牌 我們這邊會有非常專業的導演老師 為你進行講解 大家來了 就不要扑空囉 沒錯 那我們再就趕快進去吧 哇 欸 這裡真的超級酷的耶 就算百多年後 我們還是想要進來這裡 真的 好像走過我們時光碎 對 真的 很像地下宮殿喔 而且我們外面看到它是一個建築物嘛 想不到它身底下居然有這麼多的東西 我們有點大開眼界 這也太酷了吧 好壯觀喔 好像穿越什麼時光隧道 而且我剛才聽導演老師說 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設計 都別出心裁喔 像是這些牆叫做導水牆 上空是露空的 可以讓空氣流通 然後水就會順著牆流動 保持新鮮 這座觀音山蓄水池 是用來儲存經過淨化處理後 可以飲用的清水喔 主要是供應於當時的猛甲和大稻埕一帶 你有來過以上的經典嗎 或是有哪些捷運沿線的口袋名單 都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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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k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